為了讓每一位幼童可以建立正確保護自己觀念 台中縣警局副幼隊特別前往劍殼及電光國小 進行校園的巡迴劇團宣導 透過剪短的戲劇表演方式 還有播放宣導微電影的方式 加強學童法令認知還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然後大聲的跟他說什麼 不行喔 那再來就是剛剛影片有沒有看到 他說我不要傳出去啊 我看就好 我可以看嗎 不行喔 台中縣警局副幼警察隊 日前組成了副幼警察宣導劇團 並開始進行下鄉的巡迴宣導演出 希望能夠提升小朋友們的自我保護意識 而日前宣導團隊來到了資本地區的建合國小 以及觀山鎮的電光國小 在透過宣導的過程中 以簡短戲劇的演出和播放微電影的方式 引導學生們認識自我人生保護安全的觀念 並以討論分享的方式與學童們進行互動 在講不要拍什麼樣的照片 一起講就好 而是要失眠照對不對 好 那再來喔 家暴的時候 我們家暴 不管是家暴或者是耳虐 或者是你遇到新清派性騷擾 這件事情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對 要講出來 聽懂嗎 好 台東縣警局表示 附用警察宣導劇團 下下趴趴GO的活動 除了走入校園 針對國小以及幼兒園的小朋友們 進行多元宣導的方式 並特別規劃了淺顯易懂的戲劇表演 以貼近學童的生活以及想法的方式 傳遞兒少的觀念以及自我保護的方式 期盼能夠藉此提升預防教育以及宣導的成效 希望每位孩子們都能夠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成長茁壯 接著陳建林台東綜合報導